美国前总统特朗普8月3日 因涉嫌干涉2020年选举案 在华盛顿特区法院出庭 很快将因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 对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 导致2021年1月6日袭击事件的 调查有关的刑事指控而被提审 当天首次出庭听证会的部分目的 是让治安法官墨西拉乌帕迪亚亚批准保释条件 使特朗普能够从联邦拘留中获释直至审判 这是他在4个月内第三次被捕并受审 统特朗普2日指责民主党政治迫害自己 并表示他可能会面临长达561年的监禁 不过美国法律专家表示 这并不影响他参与总统竞选或当选总统 目前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人气仍高居不下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新冠病例今下出现激增 由于该机构不再跟踪新冠感染数据 住院率便成为反映新冠病毒最新发展情况的 一个重要情语表 上周在全美范围内 与新冠相关的住院病例增加了12% 共有8035入院 国会删报称 这是新冠住院人数自去年冬天以来出现的最大增幅 在德州的纳瓦罗郡和弗雷斯通郡 住院人数在一周内增加了250% 德州东南部的普雷西迪奥郡 布鲁斯特郡和杰夫戴维斯郡 一周内住院率上升100% 俄克拉和马州中部的塞米诺尔郡等四个郡 住院人数增加了450% 内布拉斯加州南部的亚当斯郡等四郡 住院率上升125% 目前奥密克戎毒株的许多亚型 仍占新冠病毒的主导地位 占病例总数的99.9% 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8月2日 一致决定对制造2018年 美国匹兹堡市犹太教堂枪击案的凶手 罗伯特·鲍尔斯判处死刑 该陪审团今年6月16日对鲍尔斯作出有罪判决 7月13日认定鲍尔斯的罪行适合死刑 此案主审法官预计将于本月3日正式宣布其死刑判决 2018年10月27日 当时46岁的鲍尔斯携带步枪、手枪等武器 闯入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匹兹堡市的一座犹太人教堂后 向人群扫射 导致11人死亡、6人受伤 这起枪击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反犹太袭击 美国司法部将其列为 针对特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恨犯罪 8月3日 韩国突发随机伤人案 一名23岁凶贤先是驾车撞伤5名行人 接着下车后 持刀械闯入百货公司随机伤人 又造成9人受伤 短短几分钟共造成14人受伤 事发地点所在的百货公司与地铁站联通 平日往来民众众多 尤其事发时正是下班时间 引发不小骚动 当地警方接获通报后迅速赶到现场 在目击者指认下逮捕崔贤 当时虽未能从嫌犯身上搜出凶器 但不久后就获民众通报 在事发现场附近的花棚后面 找到嫌犯丢弃的凶器 警方正调查崔某的方案动机 目前研判是单独作案 警方调查中 发现崔某多次表达意义不明的言论 如很久之前就开始受到不明组织雇佣杀人 崔某要检呈现阴性 同时也未发现有酒醉情况 警方将采集其毛发进行进一步分析 并检查他的心理史 8月3日 沙特将单方面减产期限延长一个月 并表示可能进一步延长 甚至扩大减产规模 根据沙特官方新闻社的声明 沙特将把上月实施的100万桶 每日减产行动延长到9月份 日产量将维持在900万桶左右 为几年来最低 原油期货应声大涨 沙特的减产立场引起主要进口国的批评 这些国家担心燃料价格上涨 可能导致通胀再次飙升 抵消央行所做的抗通胀努力 同时俄罗斯也表示将延长出口限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